一秒接连树发 乌克兰士兵在南部赫尔松 狂轰俄军 用的还是俄军武器 这款多管火箭发射器 实际上是俄军的卡五二 攻击直升机的火箭发射器 他们在战场上掠获 拆下来还升级 就成了陆路版的行走力气 还不止这个 进了另一边空空的田野 多个据点连环爆炸 大陆环球电视新闻网 记者跟着亲俄罗斯军队 在盾内刺客前线 直击乌克兰自杀无人机攻击 主要正常盾巴斯 持续遭到恶军猛烈火攻 工业制成北盾内刺客 残控有如人间地狱 一盒之隔的双子城市 利西昌斯克 虽然仍有乌军掌控 同遭恶军狂轰烂炸 乌军打了吃力 终于增派援军陆续持援 士兵将弹药运上冲气阀 拉着绳索渡河 带着步枪和反坦克导弹 陆上行军 英国首相强声则冲 最新情报显示 俄军因为耗尽资源 未来数月内进攻放缓 只是传出位于俄罗斯西南部 临近乌克兰边境的一家令油厂 发生离奇火警 俄罗斯指控是乌军攻击无人机所为 而乌国界组织最新还披露 知名乌克兰摄影记者 3月13号失踪 调查发现 他被俄军近距离射击 和他的车被活活烧死 被俄军冷协处决 TVBS新闻 终不得了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